3月18日 多家中国大陆媒体都转载了中共疫情专家组成员 北京地毯医院副院长蒋荣猛的采访报道 他表示 近一个多月来 北京地毯医院收治了400多个感染者 但这一数据远超北京当局通报的数据 从3月初至今每天通报的都是个位数 只有2号和5号通报超过10例 目前中共全网封杀了这篇采访报道 极力掩盖相当普遍的数据造假问题 中共一方面掩盖数据 另一方面加紧对民众自由的潜质 全国清零运动已经导致各地出现民生和经济危机 我们的疫情非常严重 都停了西加哥里 上班就没收入吧 生活往后不知道怎么办呢 还得慌呢 手快做 相当严重相当严重 体液是都磕缓了 各地步 商户 整个都会 就发明一次 早有多年还得了 可能受有养 比如我看病吧 现在医大就没开诊 药物也是成问题的 在全球已经陆续解封的大环境下 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已经导致民不聊生 新唐人记者宇婷 综号报道